三个十年,恐怕很多球迷那些会留有遗憾,没有见证到23号和24号在总决赛上的巅峰对决。 当科比独自带领湖人在总决赛上雪冰江山的时候,詹姆斯还知气委托,没有形成稳定的比赛风格,亦或是被绿军死死压制。 当詹姆斯完成打磨,能够带领球队冲出东部的时候,科比不是受困伤病,便是律不从心,再也回不到当初持城塞场的状态。 然而,詹姆斯今下加盟湖人的决定似乎让球迷有了弥补当初遗憾的源泉,比较勒布朗和科比在湖人的成功境界成为球迷关心的主旋律。 那勒布朗在湖人需要做出哪些成绩才能赶上科比呢? 今日科比接受主持人Richison专放时,也被问到同样的问题,仔细听听,实际上科比已经给出自己的答案。 但当被问到勒布朗在湖人怎样才能和自己做比较时,科比先是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反感。 我不知道,人们拿我和他进行比较在我看来是没什么道理的,但随后和比话锋一转还是回答了主持人的这个问题。 对我来说这事情很简单,不管你在哪里打球,目标就是总冠军,就这样。 但我认为他来湖人的目标永远都是冠军,不管你去哪里,那就是目标,那是他的目标,那是佩琳卡的目标,那是魔主师的目标,是珍妮的目标。 龙多,所有人,库兹马,朗佐,他们都想赢得总冠军。 所以,如果你问我,我说我们必须要夺冠,那是我们打球的原因,那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。 如果你来到LA,你就是为了冠军来的,由此可见,虽然科比没有直接给出主持人答案,但科比都说得很清楚。 他内心第一目标就是夺冠,不管在哪里打球,冠军始终是追求的第一目标。 所以,如果詹姆斯有幸在洛杉矶带领湖人,拿到一到两个总冠军奖杯,那么借是詹姆斯在湖人的历史地位,才可以真正和科比相提并论。